狂吃 猛吃 是吃了療癒 還是吃出胃食到逆流呢 世界各地都有人吃出了名堂 6公斤拉麵也不嫌多 真的假的啊 沒想到嗎 看這段節目 現在竟然要先看大胃王比賽 今天要比賽的是吃白吐司 誰先吃完誰就是冠軍 時間限制30秒 大胃王絕對是我 說到是就沒人能贏我 好 準備開始來 3 2 1 它看起來吃得好慢喔 要吞下去才算喔 不要浪費食物 吞下去 你們還剩5秒鐘 5 4 3 2 1 好 請問一下我們誠實為上 妳剛剛吃了幾塊 一片 那我們的Wish贏了耶 但是我覺得都是要享受好吃 不要嫌到自己 因為我喜歡享受吃東西的過程 如果說吞到 感受不到它的美味的話 我會覺得很可惜 輸了就輸了 不要有這麼多的理由 來 恭喜我們的Wish 你為我們節目天光啊 我的寶貝 你做得真好啊 等一下告訴妳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讓Wish 這樣犧牲色相 歡迎收看 健康零距離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健康救星 那誰是我們今天的健康大來賓呢 大家好 食量大不一定都胖 然後呢 大王的咪咪今天大公開 我是沙阿妹 哇 非常的親切耶 阿妹 你好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找她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大胃王 到底是不是真的大胃 一般人會不會有大胃 一般人想要吃到大胃 會不會有什麼健康的問題 那找沙阿妹呢 那是因為號稱叫做 膽固純女王 這樣對嗎 客丸知名的早餐店 從一到最後一個的那個 所有的那個欄目 菜單嗎 全部叫全餐 一次吃完 還有 100顆壽司 100罐 100個炸雞丸 3公斤的豬排 5公斤的雙拼凍飯 54隻的大閘蟹 而且最厲害的就是 美食馬拉松 而且你看他挑戰吃火鍋 挑戰了巨無霸大餐 後紀錄 因為他一次吃掉112% 哇 老闆看不到他都會怕 對 真的 這個人已經被貼到了 各大的這種吃到飽挑戰 就是這個人就不能進來 沒錯 這個被變掉 好可怕喔 你很誇張耶 你瘦瘦的耶 目前 但我其實人生高峰也有很怕過 來 你先說一下你目前身高體重 因為你今天還故意穿很寬鬆 我大概是163 然後是46公斤 46 算很瘦他 超級瘦 我跟他一樣高 然後我胖他快10公斤 哇塞 那你不能停滋潤的嗎 對啊 可以的 我們有小孩啦 他比較辛苦一點 來 我們請問一下 來 那個 吃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都沒反應 我覺得可能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 我是屬於3餐正常會胖的人 我反而3餐不正常很容易瘦 然後再來是之前有一個 減重醫師專門有研究過 體內的腸道菌 因為我是吃飽就跑廁所 然後我也我是腸道症 結果後來報告出來 原來我是體內 一身菌是一般人的134倍 哇 然後說我的菌種又很特別 是屬於比較偏冷門的冷門菌 然後還有一個菌種 它是一般人的1000多倍 所以 你本身就是一個一身菌的聚飽盆 我這樣子覺得欸 所以我就很容易就吃完想上廁所 然後我就以為說我是不是吃腸道症 胖胃不好壞菌多 就沒有原來是我是好菌太過多 喔 所以好菌多的人是有機會成為大胃王的 對 因為他們消化就變得很好 對 所以你的胃沒有特別大 可是你是消化很好 對 因為之前去抓過胃筋 因為我們還是很注重健檢這一塊 其實我抓過胃筋 其實我的胃跟一般人沒有兩樣 但是胃有彈性的確 就你慢慢慢慢吃可以把你的食量給吃大的 所以你是從小就這麼會吃 還是你是有慢慢變大 透過練習的嗎 從小時候我反而不愛吃東西 但是我們家的規矩就是 你今天東西你的量你要吃完 不管你吃多久都得吃完 那我媽媽可能大人覺得量 跟小孩子覺得量不一樣 對 阿嬤如果覺得你餓的話 哇 那三根海味都跑出來 而且你不吃完的話不舒服 我們看是一盆 她看是一盆 對 我懷孕的時候我阿嬤很怕我餓 她每天給我做早餐 我的那個蒸蛋人家是一碗 我是一碗公 要吃完早餐 所以我懷孕胖快30公斤 阿嬤太 對 所以我媽媽可能也是愛嘎喬鬼的那一種 常常就是會弄很多 然後你不能幾個小時 你就是得吃完 然後小時候很抗拒吃東西 然後可能到後來 比較自己打工賺錢財富自由 可以買自己想吃之後 發現 就可以那種 就發現自己的食量默默的 比別人大了很多 就這樣陰錯陽差成了大胃王 那這樣子在交男朋友上面有困擾嗎 所以目前單身了快3年 負擔不起伙食倍 對 親吃飯就吃垮了 我還交過那種交往之後過來跟我要飯錢的 已經交往了還要要飯錢 分手 因為我們大致的在一起 分手之後要飯錢 對 是一個很糟糕 是到底吃了它多少錢 還列清單 那你是吃了很多吧 沒有我沒有在寄這個東西 我有沒有想過他會有小本本 在寄我吃了多少東西 但是你每次都是有吃飽 有吃但可能不見得會飽 我只吃飽 你看看那照片還不夠飽 每一張照片都那麼多 但我消化的快 我可能每一次 錄完之後 我可能吃完飯3到4個小時 就覺得好像可以再吃點什麼 它比一般人還要更容易餓 對 我不是在吃就在吃的路上 很厲害 好可怕 我們有辦法一般人成為大胃王 我覺得沒有機會 如果腸道的菌沒那麼多的話 不可能吧 我會很好奇 就是大胃王這個職業 有什麼樂趣的地方 讓你還把它當作正職了 對 我很開心 因為我本來就是很喜歡 爬爬燥的人跟吃美食 所以我都兩個覺得在一起 我可以到處吃到處 而且 有時候可能因為節目的關係 或是我們去拍影片的關係 店家會端出他們的私房菜 或是我會跟著製作單位 去很多我平常去不到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吃一些很吉他 或是單價很高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我是很開心的 樂在其中 不過這個 在你們職業生涯裡面 你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最困難的話 就是我可能 我就沒辦法做挑戰 因為其實我是從小 牙齒就不好的人 因為像我跟我哥哥 他就是一個不刷牙的人 我要早餐三餐刷 我還是蛀牙 這是因為在我當王之前 就困擾我的事情 那就很容易被拿來說 你是不是自己在吹吐 我幹嘛牙齒受傷 可是我覺得也沒有 因為牙齒受傷 你真的這樣長期推出 你可能會撒牙 心會很低沉 但我也沒有 所以一般人會說 可能牙齒是最主觀的 然後再來是 對因為大胃王就是要很常咀嚼 這也是個消耗點 那除了是牙齒要很健康之外 這邊也要很強 咬合關節 然後我會磨牙 所以我牙齒耗水其實真的很少 所以順哥是滿適合去挑戰大胃王 而且吃那麼多東西 雖然你那麼瘦 應該會反映在身體的素質上吧 像你叫膽固醇女王 是因為你膽固醇超高嗎 因為我很愛吃肥的跟炸的 所以我是有膽固醇是有點高沒錯 所以這也是特色 但是我可能其他 我還是會每幾年定期做健檢 其他其實都還好 指數都還算正常 好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大家就在講說 到底大胃王他的職雅有辦法多長久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可能想說 哇 我一時的燦爛就好了 可是就連日本很多這種初代二代 那種很有名的大胃王 他們都陸陸續續大概十年十五年 他們就說我們不要再做了 是為什麼我們等一下也要請教一下專家給解方 因為這樣子的新聞其實還滿常見的 大胃王爆吃居然搞壞了身體耶 他爆吃了二十年之後呢 居然三天不吃東西都沒有感覺喔 有一個大胃王指出呢 他近幾年退休之後呢 發現自己的食慾開始消退 而且甚至三天不吃東西都沒有什麼feel 去醫院檢查之後呢發現 做了腦部斷層之後呢 這次醫生說呢 因為他看到食物了 他大腦壓制抑制的所有 關於反胃 飽足等等的反應 讓他越吃越多 都不會感到噁心或開心喔 我也覺得噁心開心 就等於完全無感了 這樣子是一個滿危險的狀態耶 我是認為其實很多大胃王 我覺得會有很多所謂的職業傷害 除了剛剛桑阿妹講的 是說牙齒以外 咬合關節是很常見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 大家可能不會去直接聯想到 其實是身心的問題 其實有些人為了比賽 他其實是很努力 平常就是比賽壓力很大 就是比賽賽棋之間又要去做訓練 其實有時候有些人吃完 甚至真的是要去做催吐這個動作 其實長期下來其實很多 我們在看之前 我也很喜歡看到日本大胃王節目 其實陸續都有看到一些新聞說 哪個大胃王自殺了怎麼樣 其實有很多都是有一些憂鬱焦慮 甚至一些後來會演變所謂的厭食 我相信剛剛的新聞其實大概也都是情緒的問題 讓他對吃這件事已經失去了熱情 其實他並不是不餓 只是他心裡已經不想吃了 對食物沒有感覺 沒錯 因為這還蠻可怕的 他如果都不會餓 他就不會想吃東西 他的身體就會慢慢的痠癌 對啊 那還會有怎麼樣的恐怖的問題搞壞身體 另外就是大胃王的比賽 我們常看到他都是用一些高油高糖 這些或者是超加工食品 比如說剛才提到的熱狗包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 吃多了比較容易造成散高 你說就是像是我們這個阿咪一樣 變成泡芙人看起來瘦瘦的 可是其實散高這樣 對 血脂 血糖 還有高血壓的問題都有可能會存在 那另外的話就是有統計過 你吃了一份熱狗包 你的壽命就會減少36分鐘 你這樣子這個熱狗包會生氣喔 不好意思 那火鍋呢 火鍋有減少幾秒 有這樣子的時鐘嗎 我吃什麼樣的食物 然後我就減少多少 有這樣的那個錶嗎 有錶 他有研究出幾種常見的食物 那但是吃水果的話 我們多吃一公克 則是可以增加一分鐘的壽命 其實我們可以建議大胃王協會 是不是可以推出一個 生菜沙拉的比賽這樣子 那大家就在那邊啃菜 只要看你吃生菜沙拉 那我們去普希部場看牛吃草就好了 生菜沙拉 其實就是也要很費嚼勁 搞不好大胃王還很討厭生菜沙拉 其實我們在有些就是可能錄影 或是競賽的環節當中 真的會看今天的食材是好比還是不好比 真的都會看 什麼樣叫好比 什麼類型 我目前吃過好比的 湯湯水水嗎 湯水可以 但是後續是因為麵在肚子會發脹 你可能入口當下你好吞 但你肚子會脹 你就要跟你那個脹做抗衡 那有些是可能咀嚼到嘴巴你不容易脹 譬如說飯好了 但飯你要抗衡的 就是那個丼飯上面那層冷掉的油的膩 對啊 所以就像剛剛說的 為什麼當晚後後面三天不想吃都無感 因為有時候在我好吃的比賽前半段 我覺得很享受 但後面真的是靠意志力在撐 對啊 所以好像不然是蔬菜沙拉到後面 可能會因為咀嚼太費勁了 好乾然後覺得也是累